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 这分明就是作弊 哪有一分钟涨三百票的呀 这比赛要是比得这么没有成绩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先别急 我马上就叫我哥们 还有我哥们亲戚全都给你投票 你看这票增长的速度 一看就是机器刷的 人手哪刷得过去啊 咱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实在不行 我们就跟平台投诉 有人作弊都没有查出来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韩总 是 这次的比赛如果按投票赛事来说 需要人期进入前五十名才能进入负载环节 但如果投票即使不公平的话 举办这次比赛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建议立刻改成实名制投票 重新计算票数 喂 正眼 清清 你快看大赛页面 票数变了 好 什么情况 投票都要实名制 搞这么麻烦 每个人每天还只能投你一票 不过这样对作者比较公平吧 严防水军刷票挺好啊 喂 清清 你有作品入围怎么不告诉我们 要不是顾总 我们还不知道呢 顾总 跟顾总有什么关系啊 昨晚顾总让川哥联系平台 说有作弊现象 让他们彻查 结果今天一早 平台韩总打电话到公司 问公司是不是有参赛作品 我们去平台一看 这才看到你的笔名 明年人都知道 顾总啊 这是在霸气护气啊 咱新云的人 怎么能不给你点赞啊 这不 全公司的人 都在帮你投票 对啊 清清 对啊 我都帮你投票 那天我谢谢大家 改天我请大家喝奶茶 好嘞 我听新云的人说 我参加的那个比赛 是你帮忙解决了作弊的问题 我只是偶然看到 机器投票对参赛者 本来就不公平 只是比赛的漏洞 我还听说 你号召公司的同事 一起帮我投票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啊 你的作品得奖 对公司来说也是一种荣誉 毕竟 你也算是半个行人吧 总之 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我听说 你在英奇为了帮我说话 得罪了何总 还丢了工作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要是没有丢了工作的话 我就不会有时间修改我的作品 我也就没有机会进入五十强了 我看过你的作品 其实你的水准 在参赛者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因为作弊的原因 耽误你的名字 那真是太可惜了 真的吗 你真的这么认为 真的啊 你这个人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还真的挺好的 有正义感 有眼光 还对朋友这么仗义 你把我当朋友 你要不这么认为的话 就算我单方面的吧 你还是我最敬重的甲方 那还是朋友吧 朋友 谢谢啦 朋友